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呢 这个圆跟椭圆的参数式 最后是大考试题 好 先介绍干涉现象与函数图形的叠合 我是吴听玲老师 水波呢 是一种横波 我们呢 横波就是上下运动的波 它呢 观察指点上下运动的情形 那什么是波的干涉呢 干涉就是两个以上的波 同时到达某一个指点 会产生哪一种现象 那干涉里面 当两个波的频率相同的时候 我们会称为共振 好 像现在呢 如果我这边是两个原点产生的波 这个波产生 然后呢 同时到达了这个点会怎么样呢 好 同学 这条直线所在的地方 直线上这些这个地方的这个圆点 它做原色的黄色点 它做的运动就会是上下运动 就是平常我们画出的波形 好 那这个如果是音乐呢 日常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声音音乐 它们产生的就是声波 那声波是空气的振动 所以它是一种横波 横波是左右位移 不过如果我们把它位移的大小画在这个轴上面的话 也可以形成一个波 有位移的大小 也会随着时间变化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其实呢 比较常听到的音乐都是和弦 那和弦就是两个以上的音同时产生 那这个科学家呢 也发现比较顺耳的音乐 通常就会是周期笔为简单整数笔的这样子的和弦所产生 好 那这个呢 如果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 可以下面这个蔡忠明教授 他写了一篇音乐与数学的文章 这个在Google上很容易找到哦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数学跟这个音乐的波形 还有它们产生的这个现象 跟数学的连接 是一个非常好的文章 介绍给大家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函数的叠合 叠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好 通常讲叠合就是指的函数图形 图形呢 像我们现在这个图里面有y等于sinx的图是红色的线段 那这个cosx的图就是蓝色的线段 这两个图如果叠合 叠合的意思就是合起来相加的结果 就会得到这绿色的图形 好 我们使用这个数学软体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之后呢 同学来看 我们来看叠合 像这里呢 这条黄色的线 这很显然的是四分之π的地方 因为sin跟cos一样大 都是二分之根号二 所以它们相加的结果就会发生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还有别的点吗 比如说这个地方 π的地方sin是0 cos是-1 所以相加的结果 绿色的线段这个还是-1的位置 那如果其他点像这个地方 这个sin是负的 cos是正的 但是两个长度一样 所以相加的结果是0 所以绿色的图形是0 那根据这样每一个点每一个点每一个点这样子就去叠加 把它的y值加起来 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函数叠合的图形 好 所以呢 老师再讲一次 就是对于每一个固定的x值来说 它对应到的y值把它相加的结果就是叠合的结果 好 那这个有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叫做傅立叶 好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 他呢 有一个伟大的创建 就是他提出 事实上只要是周期的波 都可以由一些不同频率跟不同正幅的正弦函数来叠合而组成 好 正弦跟余弦 其实我们在上一节发现 它就是有左右平移的结果 所以他这边讲的正弦函数 其实也包含了余弦函数 好 那接下最后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让大家感觉一下函数叠合的那个结果 好 这个看一下第一个图 这个绿色的线是sinx的π分之12倍所形成的一个周期函数 那如果呢 我在后面给他加了一个3分之sin3x的话 叠合出来的就会是比较细的这个红线 也是周期函数 但是它的这个山峰是不是就变成有两个了 很可爱 那如果我再多加一串呢 同学你看到它还是周期函数 但是它的上面会比较平整 好 最后 我加了非常多个 它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图 好 同学有没有看过一种机器叫释波器 好 释波器呢 里面显示的图很多都是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那事实上它们都是由一些正弦函数叠合而成 同学你也可以呢 在网路上呢 寻找一下复利液函数有哪些 你也可以自己在这个 GGB的软体里面自己做实验 来玩一玩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些函数的图形 那至于怎么输入呢 我们在学习单上面会为大家介绍哦 好 我们直接讲到这边结束